帽子歌后凤飞飞离世至今已十年 纪念演唱会、爱与疫情等因素没能办成 纪念专书掌声响起 凤飞飞日前正式出版 适时填补了凤迷、亲友的思念之情 书中一篇篇访谈 呈现了凤飞飞各个面相 也透过至亲好友的不同视角 看到她许多不为人知的趣味小故事 更显她的真性情 让人觉得既好笑又感伤 生前热爱台湾歌谣的凤飞飞 非常希望借由自己的歌声 向幕后音乐创作人致敬 才会坚持举办北中南三场台湾歌谣演唱会 遗憾的是凤飞飞最终没能完成这心愿 她的独子赵文林受访时 更首度透露 即使当年凤飞飞已经知道自己离矮 仍不想放弃 照常天天在家练唱 打算瞒着歌迷 撑着病体上台开唱 连当年的主办单位大大娱乐都被蒙在鼓里 为了保护嗓子 一直以来凤飞飞绝对眼手不甜 不辣 不冰原则 就算她生病了 发现医生开给她的营养液里面含有糖分 她也拒绝服用 就怕影响台湾歌谣的演出 直到她出现声音沙哑 失声的状况 自认无法完美表现 才忍痛宣布演唱会延期 凤飞飞绿己慎言 私下却也有调皮活泼的一面 十六、十七岁在歌厅助唱时 她和另一位歌星义云 合租只有二平多的雅房 两人都很穷 却很快乐 每次义云赖床 她不止把义云踢下床 还恶作剧地拿一大把辣椒、糖、盐 塞进义云嘴里 或者用眉笔在义云脸上画画 亦云在掌声响起 凤飞飞书中说到这些相处点滴时 仍不胜唏嘘 凤妈非常重视传统习俗 有筷子不能掉地等诸多禁忌 连带影响凤飞飞 有一回她先生 儿子在吃早餐 突然有筷子掉地的声音 赵文林不知何时 妈妈已站在身后 拍了她一下说 你怎么又摔筷子 她觉得很冤枉 明明筷子还在手上 她先生赶紧出声 不好意思 是我掉的 结果她还是对着儿子说 下次不要再掉了 对独子 凤飞飞当然想宠爱 但又希望培养她独立的个性 赵文林也清楚 妈妈很爱她 只是她管教方式相当严格 小时候家里常上演 妈妈对我武力镇压 咬起家中的严父严母 赵文林表示 也很严厉的爸爸 从来没有打过她 因为妈妈已经先出手了 她记得 每次快挨打时 最开心听到门铃叮咚声 她会冲过去开门 学日本漫画人物 蜡笔小新抱着客人不放 以为可免受皮肉之痛 但凤飞飞并没有忘记跟她算账 等到客人离开后 她照打不悟 甚至加倍奉还 凤飞飞本名林丘鸾 出生于台湾桃园县大西镇 歌手 主持人 演员 1971年 发行首支单曲 初见一日 正式开始歌手生涯 15岁那年 她就参加了一场电台歌唱比赛 一盏歌喉的凤飞飞 以一首王昭君 夺得了比赛的第一名 在那场比赛中 她有了自己的第一个一名 林倩 相比于本名林凤鸾 这个名字显得洋气一些 但是却没有给她 带来什么好的运气 她离开了老家 来到了大城市台北 四年的卖唱生涯 在很大程度上 让她的技巧得以提升和稳固了 一直到19岁那年 一个真正的机会才出现了 这一年 她认识了制片人张宗荣 张宗荣邀请她 出演一部闽南剧《燕霜飞》 当时张宗荣知道 她的一名叫林倩 随后便正式给她改名叫《凤飞飞》 出道当年 除了主演了一部电视剧作品外 她还推出了自己的第一张专辑 《祝你幸福》 在当年台湾的乐坛 歌手发音必须要标准 而凤飞飞是土生土长的台湾人 她的发音一开始并不是太准 经过学习和多年的助唱生涯 已经让她克服了口音问题 随着她在1972年签约海山唱片 属于凤飞飞的时代就要来临了 整个70年代 凤飞飞是台湾乐坛的巨星 不过 凤飞飞的多年好友林峰曾经表示 在十多年的演出生涯中 虽然凤飞飞赚了很多钱 不过她却从来不管钱 每次演出的收入 她都交给了母亲 母亲除了掌管着她的财政之外 对女儿的感情问题也从不马虎 而对凤飞飞来说 她并不想母亲过多干涉自己的生活 尤其是对于感情上的选择 作为女儿 她有自己的想法 而母亲对于女儿的感情和未来 也有自己的看法 于是母女俩在早期的感情问题上 存在着非常大的分歧 更为重要的是 面对这么多的分歧 两个人几乎没有进行过任何的沟通 彼时正值凤飞飞最红的时候 她陷入了一段恋情 而不能自拔 有一个电台的主持人叫邓子 凤飞飞迷恋上了她 邓子在主持界也很红 两个人都很红的人在一起 肯定会引起传媒的大肆报道 为了约会 两个人经常是在半夜里出游 由于几次偷偷的约会 没有被人发现 两个人的胆子也变得越来越大 凤飞飞陷入爱情之后 似乎忘记了 在身边就有一个监视人 那时候母亲已经明确和她谈过几次 不能过早陷入恋爱中 母亲一开始并不知道 女儿跟谁约会 只是明显感觉到 她的状态和以前不一样 带道从侧面了解到真实的情况后 她跟女儿摊牌了 母女俩的第一次正式谈话 不欢而散 此后几次 母亲仍旧试图劝阻女儿 不过她也很快发现 自己越是劝阻 女儿的内心似乎越生腾起 一股逆反的情绪 眼看事情变得越发难以掌控 她决定从凳子身上入手 她开始去了解凳子 并且采取了跟踪的措施 很快 她就发现了凳子的一个大秘密 她居然瞒着女儿 跟另外的女性约会 有了这张牌在手里 不愁女儿不会听自己的 接下来的那天 她不再劝阻女儿 而是说要带她去看一个人 凤飞飞还不知道 母亲要带自己去干什么 直到她发现 那个熟悉的身影 居然牵着另外一个女人的手 她才什么都明白了 不用母亲的劝阻 凤飞飞的初恋 就这样有急而终了 初恋对凤飞飞造成了一定的影响 这之后有一段时间 她短暂接受了母亲的提议 暂时不考虑自己的终身大事 凤飞飞全身心地投入到了事业的发展中 凤飞飞经历过两段感情和几段绯闻后 依旧没有找到自己的另一半 一直到27岁那年 好朋友林峰做了一次媒人 给她介绍了一位来自香港的对象 这个人就是凤飞飞后来的丈夫赵红奇 赵红奇是香港人 而且是一个从事旅游业的富豪 比凤飞飞大14岁 母亲最初是极力反对的 因为赵红奇不但离过婚 而且还有一个孩子 当时有传言说 她丈夫的生意遇到了挫折 所以凤飞飞不得不出来赚点钱 不过凤飞飞表示 自己忘不了舞台上当年的情愫 所以才付出唱一唱 但是六年之后 70岁的赵红奇就因为肺癌而离世了 丈夫的去世对她的打击很大 不过谁都想不到 仅仅时隔三年 凤飞飞也因为肺癌而去世 因为和丈夫都是得肺癌 所以凤飞飞早就将巨额遗产处理好了 当时有媒体爆料 凤飞飞留下的40亿遗产 全部留给了儿子赵文林 之后赵文林一直很低调 网络上也查不到她的任何信息 她的离世很突然 而且发现之后就已经是晚期了 离世前她找来了律师 在交代了一系列家产分配问题后 还格外交代了律师 等一个月后再公布自己的死讯 她不想歌迷们因为她的离世 而不能好好过新年 她的最后一句话也是说给歌迷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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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